范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1月29日 从当天礼仪选读的《西布莱书》谈起 指出伊苏是又新又活的路 而我们应该按照伊苏所愿意的形式走这条路 因为有些形式的基督徒生活是错误的 将信仰私有化就是其中一种错误的形式 教宗说 的确 伊苏拯救我们众人 但不是泛泛地拯救 祂拯救所有的人 但也是每个人 祂喊着我们每个人的性命来拯救我们 这是个人的拯救 我真的得救了 上主眷顾了我 为我牺牲了祂的性命 为我打开了这扇门 这条新路 我们每个人 多可说是这是为我的 但我们很可能会忘记 祂是在一个民族中将我们一个一个拯救的 从天主照叫亚巴朗 许诺他将成为一个民族之祖的那一刻开始 上主就是在一个民族中拯救我们的 为此 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说 我们应该彼此关怀 不存在一种 为我独享的救恩 如果我把救恩理解为这样 那就错了 走入了歧途 将信仰私有化 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教宗继续说 为了不将信仰私有化 我应该自问 自己是否谈论和传播信德 是否谈论和传播旺德 是否谈论 践行和传播爱德 如果在一个团体中 人们不谈论 不相互激发这三种美德 该团体的成员 便是将信仰私有化了 人人寻求自己的救恩 而不寻求众人的得救 民族的得救 耶稣拯救每个人 但这救恩存在于 一个民族内 一个教会内 希伯来书的作者 提供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具体建议 绝不离弃我们的集会 不要像某些人 所惯性的那样 教宗说 当我们在一个集会中 在堂区或小团体内 判断他人 轻视他人时 就是在离弃集会 这不是上主所开启的门 不是上主所开创的 又新又活的路 轻视他人 离弃整个团体 离弃天主子民 将信仰私有化 认为救恩 只属于我和我的小集团 而不属于天主的众子民 这些都是极大的错误 天主的确是喊着我们的名字 拯救我们的 但他的救恩存在于一个民族内 而非我为自己创建的小集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